Hello大家好,这里是中国制造肌肉哥 那今天肌肉哥想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就是 中国我们就是尤其是服务行业 还有那些办公楼的那些小白领 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必要让中国的企业实行 实行制 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 我们就是大家觉得在中国最低的实行 应该是多少钱一小时 相信前一段时间在互联网上吵得比较凶的 就是很多公司都在实行那种996的工作制度 有的公司甚至是更加的苛刻 这样搞的很多打工一族都在抱怨 对吧 那怎么说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搞笑的现象 就是很多中国企业老板都在那边说 年轻人就是要奋斗 年轻人就是要怎么 奋斗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让别人知道他奋斗的努力的成果 一定会换来回报 是个公平的 而不是说通过打压别人撕的一嘴毛以后 然后获得一个苟且偷生的这种机会 这个不叫奋斗 这个叫残忍 明白吗 那我想说的就是 当然任何一个企业都是要创造更好的效益 那你在期望员工给你创造更好效益的这些老板们 你们就要知道人的努力是有价值的 所以说怎么体现他的价值 给钱给钱给钱 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那我今天就说说新西兰就是所谓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 是如何面对这个问题的 那相信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都知道 这个在课本里说到就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个残酷剥削 和原始资本的积累都是非常血腥的 但是其实从现代我们可以看西方国家 包括就是像法国欧洲这些国家 似乎对工人的利益保护的更加要完善 更好一些 那原规券转还是拿我新西兰举例 就是我觉得新西兰最有效保护员工的这个措施 就是新西兰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一个实心制的 就算是拿年薪的工作 也是要按照每周40小时来计算 就是平均下来 你每小时的工资不能低于新西兰 最低的这个法定工资 那这个工资在新西兰现在是多少呢 就是现在应该是20纽币吧 20还是21我记不清了 因为今年在我回国以后 刚刚掌握一次工资 也就是说我不能说给你 比如说10万年薪 但是让你每天工作24小时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 其实你的年薪并不高 也就是说你每小时的工资并不高 那依旧是违法的 这样的话其实就避免企业 就是说打个比方去打擦边球 比如说是员工自愿的呀 那所以说像在国外的话 你员工就是自愿要加班的话 基本上企业也是不让你的 因为就是防止你到最后 你的企业其实他对这个员工 也是保存借地心的 然后万一你到时候发现我一口 你是可以证明你是在工作 但我没法证明你是自愿 那这样的话对企业来说 就会比较很被动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新西兰的企业会非常的精准的 去取决于他是不是需要用这么多工 或者就是说 不会大量的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 就是把所有员工都留在办公室 其实说句实话 那具体能产出产出多少价值 其实也不好去衡量或者去计算 但是这个东西现在确实在中国的企业 形成了一种风气 那有的人说 如果我是实心智的话 那很多员工偷懒怎么办 那其实这个就是领导层要决策的事 那新西兰所有的 这个就像我之前说过的西方 他的这个本质就是相信人之初性本恶的 也就是说你员工进来工作以后 公司默认为你都是会那种 划水对吧 偷懒不干活 那这个就是supervisor 就是管理层需要做的事 那如果你一个管理层的领导都看不出员工是在划水 那我觉得其实你是不是还应该在坐在这个领导的位置上 所以说相较而言 在新西兰一个工作的环境当中 领导和员工之间的这种权利是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 明白吗就是不可能说是干活的拿不到钱 不干活的撑死 拿到撑死不可能 所以说在新西兰很多时候让一些普通员工去做领导 他们是不愿意做的 因为可能他们虽然虽然看似体力可能工作劳动更少 但他们的精神压力会更大一些 这个就是一个新西兰的现状 对 但是随着这个中国这个经济越来越发展 那很多公司其实真的就是真的拨满鸿满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不要说是干活的时候 找员工去干 然后分享的时候好像似乎就没员工什么事 那我觉得如果有想这样去做公司的老板呢 我觉得这种老板其实我觉得趁早还是别做 因为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种的情况会越来越多的被社会排挤 好吗 然后就像如果是像一些销售型的公司的话 我建议像公司员工陪客户吃饭的时候 这个在新西兰其实也都是要算到工作时间当中的 你不能说是我请你吃饭 我用公司钱请你吃饭 你还不乐意 不好意思 其实我想现在随着中国的这个人们物质水平的提高 那大部分的这个中国的年轻人 他们可能更希望把时间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那最后还是那句话 就是松轨就是说那些压榨员工劳动力的那些企业们 我就想说企业是要发展 你都那么有钱了 放过这些可怜的在生活徘徊挣扎的打工一族吧 好 谢谢你们收看我的视频 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记得关注加点赞 Peace 别 cosmic闹 我 我们就存在一直感觉